Hello,我是理查叔叔 可简单 可以练一辈子 也可以几天学会一些小东西 那反而来说 左手是很简单 因为左手也就是按好和弦 只是好按与不好按的区别 比如说一个G和弦 然后增加一些色彩 或者是增加一些 一些特别的色彩 那我今天不弹这个 就是增加色彩 有一个办法就是 你看谱 或者是不要看谱 就随便乱试 你也可以想办法 微信找到我汉衛医生 我发一些关于装饰应的教材给你 我就是 就是要随便乱试 随便乱试才是自己的 看谱没有希望的 不要看谱了 那右手的话 有人问我节奏感的事情 我就要先确定一下 它的程度是什么 如果它的程度是 或是这么想说 有一个人问我说 老师我想要学 那个周杰伦 告白气球这首歌的节奏 因为它节奏好丰富 我就想问他 你弹吉他大概多久 他说弹了三天 最好不要 因为这首歌的节奏 本来就很难 有些歌的节奏 本来就很简单 比如说 明月即时有 它就很简单 八九五五 或者是 某年某月 等某一天 二三四五六七八 它的节奏是刚刚好的 而像周杰伦 因为像他的歌本来 这首歌本来就很难 比如说 比如说 那个怎么唱来的 这首歌的咖啡 我手背平常里的美 丢下转音的嘴 你说你有点难追 那总有一天也是会学会 但是过程中会很痛苦很枯燥很没有成就感 所以特别要注意这点 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讲就是说 如果你要学节奏的话 你一定要挑一个很适合的很规律的歌 比如说 你看啊 我是怎么练节奏 我没有吉他也可以练节奏 比如说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好 问你 我在我的右乳上面拍了几下 一下 这边呢 左乳拍了三下 总共四下 因为一小节有四拍 我们就这么假设好了 那 比如说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你看 当我打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换和弦的地方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记得吗 天的时候我眼睛就会变大 某的时候也是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那我是怎么知道要换和弦的 方法一 你看谱 谱上面会把 某上面打一个C 而天上面打一个A minor 就是哦 原来它这样印 就是因为内拍代表 那个和弦要换 它就是重拍 但是我建议你 一定要想办法 扔掉谱子 把它 把这种学习节奏的方法 印在脑子里 就是 拿起你的右乳 还有左乳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有人说老师我知道了 一句歌词里面 第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 就是在右乳了 不对 刚好对 刚好这首歌的前几句是 难以开 难以呢 难以来 还在这儿你看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二三 难以开 难以还在第四拍呢 开的时候回到第五拍 开口刀 再见 二三 就让 就让的时候回到这里来 所以你一定要学习 怎么用走路的时候 或者是打自己的 左右胸的时候来 找到这个解拍的重拍 这点是很重要的 要从简单的歌开始 刚刚那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我不会打 打得我 都要得乳癌了 那 还有什么歌 比如说 你问 你我爱 你有 那为什么是你问 问的时候才第一拍呢 没有为什么 不要问为什么 你如果去看PUSH 你就看到C写在在问的上面 那你就要想办法去找到 你 问 所以那时候要找第一个和弦 你问 我爱 你有 我爱 所以你要去找到第一拍 那很多歌 它的第一拍 不一定是这么规矩 你看像刚刚那个就是 你 问 你的时候还没进第一拍 很多歌都是这样啊 那个啊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没有什么能够阻 七个字全都在外头呢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你对自由的向往 你看 的向往 才打下去 不是忘的那一下就刚好下来了 所以这点很重要 你一定要想办法 就是歌词是不规律的 而拍子是规律的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你对自由的向往 到底是不是啊 我不管啊 不重要啊 就是说 有一个重点就是 歌词跟 拍子 不是完全绑定的 拍子是固定的 一小节四拍 大大大大都听 而歌词呢 可以很快 也可以很紧 也可以很松 比如说 一首最夸张的歌就是 那个 书的 那个什么什么 五月天 那个 那一个人爱我 叫我的手 请我 你看 拍子还是继续的 但是 歌词可以很松 也可以很紧 为什么老外在学节奏的时候 他会比较丰富 因为英文歌天生就 不像中文是段字很清楚 当然也有很清楚 比如像这个 他这首歌为什么 在华人圈子 很容易受欢迎 因为他的歌词 就很工整 那也有一些不工整的 比如说那个什么 一诗响吹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belly Blue and grey 忘记歌词 Reflecting eyes of Dance and lives of China blue Color changing you 就是 他没有一个字一个字 刚好卡在一拍一拍上 就像五月天刚刚那首歌一样 就像周杰伦刚刚那个 高拜祈求一样 所以为什么有些歌 你听起来就会特别的洋气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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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break my 那个 豆尾那个 嗯 也许是我不懂的事太多 也许是我的错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对不对 但是你看 他是这样 他不是也的时候下卷 是 嗯 也许是我不懂 他是 嗯 在我的诱辱的那一下 是没有歌词的 是一个嗯 嗯 也许是我不懂的事太多 嗯 也许是我的错 嗯 错的时候还在这里 错到这里的时候是没有歌词 还在延续那个错 嗯 一次次的冲动 耶 Dont burn my heart 再次 后面副歌就很正常 是 Don't burn my heart 再次温柔 他就很正常 但是前面是 嗯 也許是我不懂 笔詩太多 嗯 也許是我的錯 這種歌他就會比較有 有層次感 而不會 明月幾十日有 二 三 四 當然你如果是初學 你一定要從像明月幾十日有 或者恰式尼溫柔 這種歌來練 一拍一拍的這種節奏感 就是你要練到 像機器人一樣 一拍都不錯 之後你再去freestyle freestyle 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可以 在這個基礎之上 你可以忽快忽慢的唱 比如說 明月幾十日有 八 九 文 晴 天 故意晚一點 故意早點 明月幾十日有 八 九 文 晴 天 這樣唱會被打 台下如果有鄧麗君粉絲 說你在唱什麼 太快太慢 殊不知我是故意快故意慢的 好 這段歌就到這裡 如果你想要 幫我分享給其他人 就算是支持我 當然你可以用別的方法支持我 你可以找到我 你可以給我 五萬元紅包 不用了 你可以找我 買吉他 都可以的 好 那就這樣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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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